大家好呀 讲个话题啦 因为我们都关心香港 现在这一两年那个气氛整个形势整个势都向下 看到黄东胜 他就是汇丰银行的主席 最近接受中申社访问 近年有些跨国企业离开香港 很多人都很担忧 不止有一些了 正在走八成了 搞到中环一级商务楼宇都没有了 大的商场水淨河飞 现在香港要靠夜市去支持本土经济 香港是不是金融中心呢 还是的 不过不是亚洲金融中心 香港是不是一个大城市呢 还是的 但是不是一个大都会 香港会不会在这个低潮之下又弹起呢 他就说会啦 那他就将将各个媒体啦 现在不叫报纸啦 各个媒体都用他这句说话来制图啦 是吧 四十多年的金融 银行业生涯里面每次金融危机都有人说香港玩完了 完了 但是呢 香港又重新挂起 是吧 那当然啦 接受这个 就是终身社 国内中国的终身社访问 那当然是赞国家什么一带一路呀 什么融合呀 那这些套语他不欠缺啦 不说都不行啦 但是问题是否实情是这样呢 一片很劲呢 在国家立场呢 中共的立场呢 根本没有第二个讨论的嘛 只能够说好的嘛 但是我们真是心知肚明啊 寒天喝冷水 两点滴在心头 香港是自己明白啦 是吧 那他说四十年的银行业生涯 什么这么短呢 那看来我们可能是年长一些啦 是的 他都是青年才俊的啦 是吧 就是他 我最多工作是给他再做一些啦 没有他五百币是银行界啦 那如果他说四十年前就是联络汇率而已 或者是八十年代初而已 他这样说 他应该再做十多年那个第一次股灾 他应该没有份啦 八六年有一次股灾 他有份啦 金融危机就是李福少是吧 在习克城做财政司的时候 李福少停止四天 引致这个一开始跌了四成啦 那那次危机 当然 如果他这样说呢 他应该包含这个 就是港币狂跌啦 那他当时的政府呢 任志光 跟啊 我不记得哪个蔡英勺 蔡英勺 不是蔡英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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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好像是 可能记错啊 随便说的 应该是 那就是 用这个将港币和美元挂钩 是吧 那就用此稳定回 那当时 如果八二年呢 很明显 就是当时就因为信心埋基了 在老共的论述里面 直接是英国佬玩东西啦 是吧 那建策不理 你倒就倒就倒吧 那结果英国人搞定它啦 就是 将它一挂 挂起美元 那竟然就因此挂到现在啦 是吧 那当时我也在做事了 我都要时时去做一下 转一下定期 买纽约 纽西兰 利息高的 十几里升的 十几里升的 就是转定期 银行定期 那我们那时候视为正常 通胀 如果七十年代 真的是十个百分之一年 十个百分之一以上 那现在 怎么计算都 怎么计算都没有那么恐怖的 稳定很多 那 跟联络活力都一关啦 那联络活力 那我都同意的 如果老共不行差踏错呢 有心撑住 它也没有理由不撑住 因为香港这个币值是对它有利的 暂时来说对人民币有利的 就是香港另一个货币制度 那一向都说 如果香港是没有了不同一个货币 因为香港自己的体量小 主要就是 那你要金融稳定 都是要跟某种货币挂勾好一些的 在香港的货币历史里面呢 其实就 就是跟英博 跟美元挂勾而已 那时候六七年暴动那时候我记得 就是不稳定 那时候是英镑不稳定 结果是挂了勾之后又脱了勾 但是没有挂过一次美元的 也是脱了的了 但是没有 完全没有同一种货币挂勾呢 其实就是80年代初 那两三年 我记得 不是 我写过书 介绍过的 所以我们的历史里面 对现在的年轻人 你说四十年前 当他十岁 未知事的时候 已经50岁了 所以这整个代的人 都是在互联系汇率里面做生意的 没知过浮动汇率的时代 我试过 都是这样生活的 但是当然了 我们暂时不用理这件事 讲回他的话题 他讲香港的历史里面的金融波动 当时是紧张的 但是又没事了 香港人很有趣的 如果你问我斯斯沙拉以来 你说对香港是不是很有信心 好像现在人的感觉一样呢 那时候我小时候不是这样的感觉 主要就是香港再叉都是天堂 比大陆 你想想文革 我们最小时候就说 大约晋娥死人走过来的 那些年代 所以基本上是很满意香港的 所以就算是高通胀 高失业 试过的 四层失业 三、四层 六十年代试过的 血汗工厂 生活艰难 百多万人住在木屋区 是有这样的年代 香港试过 是不是 是五十年代才有公屋 八十年代 是不是 八十年代初一很明显的 那时我在政府房屋处做 做过一次测试过 现在你走过 看到那些黄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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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很多人住在木屋 登记了 香港又五十万人住在木屋 八十年代初 当时已经开始是金融中心了 所以香港不是现在我们享受的 不是在我这代的人来说 不是必然的 因为经过更差的 以前是更差的 所以现在如果就算有些倒退 在我这个年纪的人 或者年轻一点都不愿意走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可以不走 讲远了 继续讲回那个 之后有几多次 香港金融的危机呢 七二年一次 千七点跌到两百点 股市第一次 八十年代中 因为将四间交易所变为一间 现在这个是联合政权交易所来的 那时有四间的 九龙金银贸易场 远东交易所 香港政权交易所 八十六年才结合 结合之前是试过一次股猜的 那次半人为的 就是因为引入期货交易所 现在我们期货很正常的 那时是一种被认为 就是赌博这样的工具 现在我们买一些货币 那些虚拟货币 那些人认为是很危险的东西 那这个企业交易所出了事 结果是要政府给几十亿内 就撑着这样 这样度过了 而因为出事了 所以突然间出现一次 大跌 定大升 那竟然就是 港交所呢 当时李福兆 就打个电话给当时的财政司 在言语互相误会之间 他就自己说 政府同意了 他就决定停了市 全世界 因为你停市是一件很破坏自由经济的问题的东西 当他停了市一开的时候 一天里面跌了四成 那时我又说 我有的 但是呢 八六年那次都是大约是一年左右 升上了 那我们又度过一关了 八十年代之后呢 现在中英谈判 有信心危机 香港是有楼价又升 还有有移民潮 八十年代有的 因为信心危机 现在很多香港人有加拿大籍身份 就在那时移过民回来 当然这两年又走了 香港经历了这些事情 突然间好像讲回香港历史那样 金融的历史呢 就我记忆而已 跟大家分享一下而已 那之后大家年轻一点都知道了 是吧 到97过渡都没有什么大的 除了中间是楼价升 跟着又说花钱太多 起机场 有八九六四 引起信心危机又有一波移民 移民是大问题来的 移民会引起一个精英阶层的流失 还有很多资金会带走了 但是香港也有盯上了 是吧 到过渡啦 回归啦 97年啦 记忆犹新啦 二十几年前而已 算了老共是make sense 江泽民时代啦 非常之放任香港 没有想过管啦 是吧 97年是顺利过渡 到98年有今天的危机啦 大家都记得 开始记得了 是吧 香港是很团结的 是吧 当时是有追击港元的活动啦 我认为港元会脱勾啦 不行啦 索罗斯人追击港元 那结果又很团结的情况之下 打退了大鱷啦 是吧 曾荫权任何最成功的 一个财政司来的 这样的一个位葬举啦 之后香港还有没有危机呢 还有的 应该是次岸危机 十几年前的雷幻啦 那次爆煲啦 那次是美国的危机 牵涉到香港而已 是吧 第一次的金融风暴呢 也都有一些 东南国家都受冲击 货币受冲击 就是说是打大鱷那次 就是98年那次 那次不仅是香港 后来一次也不仅是香港 是吧 刚才再迎来一个新地产大升值的十年 十几年 直到2019年 都还是很好的环境 那十年里面 应该现在我没有记错 就是86年 不是06年 其实不是太久的事情 就是开始地产稳定回了 升回了 那就一路炒炒炒炒炒炒了十几年 终于迎来这一两年 就出现跌市了 地产 那这次是不是一个低潮呢 这么简单呢 这次是不是又是一两年啦 是吧 移民那些移了 我们又新香港人了 更多的国内精英下来了 移了又会回来 香港又会继续再繁荣过啦 诸如此类啊 接着我们就背靠草国 那我们一向背靠草国啦 六十年代就靠它那些午餐肉啊 冰雪鸡啊 冰雪鸡啊 就是便宜的副食品 都是一种依靠啊 冬江水还有吧 当然要给钱啦 但是你就近啦 很多东西 经济福地就这么来啦 还有没有人呢 就任它放一些移民下来啦 香港 英国人本字没有我们那些本土意识的嘛 是吧 不断放人下来 那人口政策非常松动的 是吧 反为长年制造大量劳动力 是吧 那 现在我想问 还没有这些 我们有些东西还有的 融合了啦 现在中港融合了 容易啊 人才互换 是吧 你又下来 我们又上去大湾区 这样 那就是这几年而已 那发了什么呢 没有啊 是吧 现在我们说 香港说真是坏啦 那开始大家都觉得啦 是这一两年而已 那准确来说应该是因为中间有个COVID-19的事件啦 那就是19年底开始啦 19年底就没有啦 在2010年开始都没有事的 是吧 就是2010年都没有事的 那就比较严重的 应该是Omicron去年那年多的 是吧 那我没有记错啦 2010年到2011年就有赤字的 但是2011到2012年呢 其实是好翻的 2012年就是Omicron来啦 变回OK的 应该还有盈余的 跟着呢 就衰了 衰到现在 但是这几年有什么大事呢 除了Omicron或者COVID-19之外 还有国安法啦 这件事是这么多十年都没有的 还有就是因为国安法引起的移民潮啦 这个移民潮我觉得是比任何时刻都是重要的 因为你是一个critical moment 是吧 那你讲老共她那个 她那个想法呢 我代入她的想法呢 她就觉得人的问题而已 香港这么多年 有人走 有人留 是吧 有人回来 一直呢 她又补充香港的 就是年轻人口啦 不一定是精英的 年轻人口 年轻人口来了香港很快就变成精英的 尤其是如果她是中学来的时候 很容易变成香港人的 我们认识太多这些 我觉得她更香港人化过我很多 更真共产党多过我啦 我懂不试乎这些 那又如何呢 到现在 有没有这个现象呢 未来的时刻怎样呢 突然间各方面以前的乐观因素 突然间都消失了 你要发觉 主要就是呢 第一她给不了这么多年轻人才 还有那些人才竟然是在国内的年轻人才 国内和香港的水平呢 拉近了呢 就是说她以前来香港等于去了外国 那她很想来香港 现在不是的 来香港差不多了 这又没得示威 好像自由一些 是吧 这个暂时还是肯定的 但是将来不知道的嘛 她的危机意识会比我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 就是我们亲身经历没有了言论自由 现在近来是叫做知道 是吧 感觉到的 压力越来越大 那未到一刀断了 但是突然间一刀断了 等于我们享受了二三十年的民主发展一路路上升 突然间一刀 回到八二年了 现在那个 完善化了这个区议会之后 回到八二年那个 更差的水准 民主程度 可以倒退的 那我怀有理想的香港人 那就可能太乐观了 但是国内来的那些呢 她从来都知道 共产党一刀斗是这样的 可能她还没有信心过我 那你正常的 她们坚信共产党 迟早就将香港一刀就变成国内城市了 那就没有什么希望 再成为这个东方之珠 明珠不明 特区不特 是吧 就是 諸如此类 香港不乡 可能现在下来的 专裁这几年 那份粮的问题 如果她发展得更好 就会去外国了 以前也是的 只是部分人留在香港而已 借香港走去外国的人多得狠 那现在 未必是那么容易去外国了 外国都不喜欢中国人移民 是吧 但是她可以回去的 如果香港和国内那么重 那份粮好一点 就回到国内了 老街在那里面 是吧 我们要知道 这些未必会成为香港未来的人口 我已经不计算它是否会和本土的价值 我们的冲突 不愿意留下 和香港人格格不入 不想做新香港人 只是这件事已经和以前是不同的 以前香港是优越很多 所以所有大陆人都想做香港人 移民香港就是等于移到外国一样 财产保障那样东西 现在都是相对较好 但是不是那么狠狠 而且很容易他真的是精英 可能在香港做几年东西 拿了经验就跳去外国了 这些不会成为我们以前 过来变成了香港人 那一代的人口 其实年轻的那一代 变成了香港人 会弱了 再这样推下去 香港的人才 以前八九走了 九十年多很多 坐完移民家 几个月后 一年半再就回来 现在我觉得不觉 有什么大分别呢 最终讲来讲是多了《国安法》 大家是完全不相信 《国安法》都觉得不是我 我又未必用的 不用紧张的 放在那裡而已 都是抓几十个民主派 完全轻视了香港人那种 就是价值的判断 或者那种同理心 我们不出来示威好 不让我不认同这些人做事 那你打骗这些人不是打骗我 我继续可以搵食 那我就留下了吗? 这个共产党是不明白的 就是个人那个 他们的管治的释件 跟香港是格格不入的 这些这样 整天以为香港人还是七十年代那些 不是 人家都不是的 七十年代很爱国相对 现在很不爱国的 就是说中国 不同的 文化不同了 那他也不明白了 也不愿意明白 那就是一厢情愿 哎呀我们行 香港就行 那你纯粹是为了在这儿生活 或者生活安定来说 我都希望的 没有民主没有自由都不至于 大倒退 但是我不会好像以前那样有信心 而且甚至是留下 大家如果是 决意留下 上年多也好 你都要预议了 香港可能有一个倒退的过程 富裕国家倒退 日本也有这个先例 人家没有这些危机 香港还有这些国安危机 就是社会撕跌的问题 日本没有那些倒退了三十年 可以的 是吧 我觉得香港 倒退二三十年 是正常的 是吧 油口老化 精英外流 活力下降 吃老本 幸好老本还是充足 未来的一段时间 就是我们 就是 应该还可以 安居落叶的 香港 将来怎么样呢 其实不取决于我们 看看当权的人的智慧 能否及时改正 阔断反正 最少要发展回 更好的民主 更加尊重法治 以及取消国安法 好 多谢大家